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Ru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单簧管、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他这个字太独特了 感觉他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一样的那种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哇 Oh my God 他没有一个唯一性格 他可能会被这种怪物打走 他都是播手秀 学学 学学 学习一下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读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 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 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真棒 大家好 我是娘娘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 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 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寂静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 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他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 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 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 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 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 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 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 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 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真棒 妈宝男这个群体 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 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 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 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她妈宝男 不叫她爸费男 如果爸爸特别费 还可以叫她爸费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 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我这个人呢 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 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 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 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有一次我坐电梯 遇到两个女生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 他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 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 可以吗 另一个说 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 鸟鸟 我说 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 是个特别适合 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 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 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屋里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 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 不好意思 您能开得稳点吗 他说 你能不挠我了吗 我就明白 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 因为骑马 骑马能抓呀 对 我最近写的梗 就是这么的抓马 还对这么来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 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还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 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觉得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 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 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 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 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 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 子女啊 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 更平和 更洒脱 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 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我就跟中介说 觉得痒痒吗 忍着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冲了 跟忽兰说 别装酷了 把手张开 我来出剪刀 我不想再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锅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 说鸟鸟 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总之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 少一点尴尬 多一些自在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 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 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 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 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 小心乐极生碑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 你看乐极生碑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碑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碑 大碑 超大碑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 哎呀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 啊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 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 不是 这是我的蚊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蚊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蚊身 但是闻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狠活呀 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应该干啥 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 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 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 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悲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 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 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潮的饺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 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士君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 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 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 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暴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 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他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他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 这个博主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 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 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吗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 抱着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 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 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 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 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 还得再找一个 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 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猜呀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 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箱子 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 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有时候 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 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接头暗语 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挂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 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啊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我 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说 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他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骨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 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 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已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 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行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篮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 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 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 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滑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地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的声调调